有一些公寓或者是大樓的頂樓 都會種些花花草草 但是要帶你來看 台北木柵地區有一個老公寓 頂樓的空中花園 卻被其他住戶痛批說好恐怖 因為屋頂被繩索封死了 沒有辦法逃生 而且還放了大量的盆栽以及沙包 甚至蓋了水池 現在蚊蟲滿天飛 很可怕 對不對 這很可怕 這個會造成很多疾病啊 然後蜘蛛啊 你看這個魚 住在老公寓幾十年的住戶 忍無可忍了 檢舉七樓的鄰居大圍箭 把屋頂堆滿了沙包 還蓋了不流通的水池 屋頂還圍起了繩索爬滿藤蔓 到處都是蚊蟲蜘蛛網 就連水池水桶也積滿了解決 很恐怖 什麼小小流水 我只可以形容 是不是天羅帝王 那我是住二樓 我只能說我二樓很快就變一樓 太空就落啊 臉盆來接 只是居民早就在一年多前 向監管處反映過了 直到議員到場 市府官員才開始認真關切 這個是他們第一次檢舉嗎 你們馬上就是這樣子處理 還是以前都沒有檢舉過 這個以前 這個部分 最早是這個時候開始 這個部分以前 這一部分 不是這個部分 整個啦 整個第一次什麼時候開始檢舉 本案我看一下 就證之後一個月以內 那我們今天踏刊完之後 一個月以內 我們會來執行這件事情 監管處強調只修改屋頂的高度 結構技師聽不下去了 跳出來說話 按照建築這個法規 它每一平凡公尺 它可以乘坐200公斤 我估計一下它的重量 都超過三四百公斤 所以監管處要拆圍件 連地上的水池沙包都要清除啦 因為佔地80坪的恐怖空中花園 再不拆 大雨一來 屋頂再重過重 萬一出了問題 老百姓的安全誰給保障 理事新聞林青 吳俊德 台北報報